我是小哥哥 今天的來賓記得想一下再說喔 今天我們來直擊美女藝員 婉玉妹妹的家 看看她平常都在幹什麼 請問有人在嗎 請問找哪位 找美女藝員 那有 你看各位 我們的美女藝員 婉玉妹妹 我們很久沒有看到我們的藝員了 那我們很好奇 婉玉妹的養了一隻非常漂亮的貓 當初妳為什麼會想要養這樣的一隻漂亮的貓呢 是不是因為家裡有老鼠 你看這樣的家會有老鼠嗎 不是 牠其實不是貓 牠是那個英國短毛毛 英國短毛 對 所以跟牠講都要講英文囉 對 你怎麼知道 然後牠現在三歲半 以前我其實一直很喜歡 比如說想養一個小狗小貓 我就是覺得說回到家裡好像有一個陪伴 然後 我可以學著去照顧的一個毛小孩這樣子 一個毛小孩 對 牠吃的食物非常挑 然後牠就是跟那個英國人吃的東西差不多 然後牠不吃魚 所以 牠的主食是雞肉 還有高湯 來一點賣 我們現在要請婉玉妹妹 跟我們來真心化大考驗 一元 請問最近有交男朋友嗎 沒有 這很久沒有 交的是怎樣 有 騙人 那你問我的話 我酒量好不好 一元妳一定很不喜歡喝酒 對 不喜歡 你看 不準 這哥不是顛倒的嗎 做的嗎 完全不準誰準備的 爛東西 臉斷過來 請問小哥哥帥不帥 真的很帥 真的 而且又實帥 我們來看看美女藝人到底都在做什麼呢 你先用那個手心 手心 這裡 然後你手心兩隻這樣互相摩擦一下 然後 再來就開始這樣推這邊 這樣 對啊 你要試一半嘛對不對 那你眼鏡不拿下來在幹嘛 我自己推 對 推 我覺得等一下要保護我回家 我覺得我走在路上都很危險 它很快就吸收了 它不會像一般的油 就是老半天 就是整個都很油膩 有沒有 暗沉 乾 再來試這個 我的那個精華液 天啊 我保證 一個禮拜不洗澡 差很多嗎 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對 因為就是我 真的是我用了幾十年的東西 然後 因為在我的個性 我不可能隨便 拿個東西來 然後砸我自己的招牌 好 現在大家都知道 玩意現在在做什麼嗎 不用想一下 現在就趕快按讚 分享 訂閱 打開小鈴鐺